大家好,我叫阿全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iPhone X如何製作手機的來電鈴聲 那我錄製畫面 因為iPhone X沒有辦法在主畫面做翻轉 所以我在這個APP先開進來 先做錄製,然後再回我們的首頁 這邊畫面是翻另外一個方向 因為它沒辦法像PLUS的手機一樣 可以在主畫面這邊做畫面翻轉 好,那我們現在切一回正題 在這個APP Store 我們進到APP Store去下載這個軟體 comments這個軟體 那個點進去呢 這邊它是它的主畫面 然後我們要右下角這邊有一個類似指南針的符號 那我們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以後呢,這邊好像類似瀏覽器這樣子的畫面 那我們選擇Google 那我們去選擇我們要搜尋手機鈴聲 例如我之前有搜尋一個按時手機鈴聲 好,那我們點進去 這個網站它就已經有很多免費的鈴聲可以下載 好,那我們找一個比較 叫,不錯聽的 不錯聽的 Baby Don't Cry 好,我們找一個Baby Don't Cry 那我們把這邊的字線複製起來 等一下可以放在文件裡面 不用一個一個打 Copy 好,那這邊可以去試聽音樂 那如果是你要的音樂的話 你就下載下來 那我們點擊這個下載鈴聲 然後名字我們先把它選擇 把它貼上剛剛我們用的名字 好,那選擇要儲存的地方喔 這個地方要選擇一下 選擇這個HIGHCLA 這一個 要選擇啦 你看這邊是HIGHCLA 好,那我們在右上角這邊就是Save 把它儲存起來 好了,儲存起來就已經存到我們的手機的網 好,那雲端這邊呢 我們現在用iOS內建的這個 像其他的這個編輯軟體 那我們按上右上角這個加符號 然後選擇這個左右移動 我們選擇錄音機 直接點這個畫面點進去 然後呢,左上角這邊有一個 符號把它按下去 好,按下去以後呢 再點右上角這個 像一個圈圈的這個符號 然後呢,選擇音訊檔案 然後呢,我們再選一首歌把它加進來 我們從檔案瀏覽 這邊,左下角 然後呢,我們選擇瀏覽 那選擇剛剛我們在那個地方所選的東西 好,剛剛這個歌是在這邊的嘛 點一下 它點一下會出現在這個悬蛋裡面 稍微點一下 好,出來了 這邊有一個baby咚塊 我們剛選的 那我們現在長按住它 然後往左滑 然後把移到最初上表 第一秒開始 放開 好,這時候呢 它就已經把歌曲加進來了 那我們再按左上角這個 下的符號 然後按下去 點我的歌曲 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這邊有一個檔案出來 我的歌曲 它就剛剛的東西再做出來 做完以後 你會看下面有一個 那個妹數 3.6妹 做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點住 它 一直點著 好,點完它會出現上面的視窗 好,我們按 重新命名 把剛剛的那個 名稱我們把它放進去 然後 做一下名稱標記 等一下放到銀聲 才不會找不到 好,按一下 完成 然後剛剛的動作一樣 做一次按住 然後選擇分享 按鈴聲 然後按右上角這邊輸出 然後就按下好 然後這時候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們去我們的電話簿 電話簿這邊我們選擇 上面有一個淨灘號 然後往下滑 我們可以選擇 來電鈴 它的來電鈴 編輯 鈴聲 鈴聲 鈴聲就可以去做選擇 像我剛剛選擇的 的 Baby東塊 把這個鈴聲 做成我們的 來電打鈴了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製作這個 手機來電鈴的一個方法 很簡單 不用錢了 好 那有問題再跟我們聯繫 謝謝